我有一個溫州的好朋友 是一個特別憨厚的 而且就是 特別忠厚老實的一個人 結果有一次呢 他到深圳 在唱卡拉OK 跟我打電話 我說到我家來玩 他說好 我就去那個 那個K房啊 去找他 我一看那K房呢 還有十幾個人 都是他們溫州的人 我說走 他說好 然後我一看 大家都站起來了 那十幾個人跟著打兩輛車 我說這十幾個人 都要跟著去嗎 他說 他說他們得一直跟著我 為什麼 溫州人特別講這個宗親 就是溫州人比如到了歐洲 一個人就是一幫 那個觀念 後來我說 我說你就一個人去嗎 他說不行 我到哪兒他們到哪兒 就一起打了 不止兩個地勢了 好幾個地勢 車隊啊 車隊啊 對 到了我們家呢 因為這些人 也都特別憨厚 你知道嗎 跟著一個大哥 他們也不大跟我打招呼 最後 但是我們家客廳 哪能裝得下那麼多人呢 對呀 你知道最後那天晚上淪落的結局就是 我們家那個長沙發上 這十幾個 他那個兄弟就坐在那兒 看著電視什麼喝啤酒 就吃 我跟他被擠到我們家角落 搬倆小板凳 我們倆在角落 這談話 出去就是一幫兄弟 大家不是都說 就是溫州人是中國的猶太人 就說特別會做生意 特別團結 自成一派啊 然後非常的勤懇 我聽的是溫州人好像很傳統 所以我老覺得溫州人特別講義氣 家族啊 溫州女的很厲害 家裡是不是家裡 能當不是說半個家 我覺得他能當一個家 撐起一片天 我曾經遇過一個 追我男生 他就跟我說 我們做目前對別人來說 你就是那個天馬行空 你就是在天上飛的那個 然後就說 沒關係 我就當那條線 我願意幫你放得很遠 然後需要的時候 我再幫你拉回來 讓你好好修修這樣 好浪漫啊 我有個朋友就這樣 他是在某一個 外資銀行做高管 然後他老公有一年的時間 都在家帶小孩 然後他有一天就 宇宙欣賞了 傳訊息給我說 你知道我在外面上班 上班一天回來 一開門 老公坐在沙發給我臉色 說你知道你女兒的功課 還沒有寫嗎 他說我真的不想回家 然後就 你不管一管嗎 你這麼一說我突然也理解 你在外面很累很辛苦 受了委屈 很累回家 然後你媽媽在那裡 就絮絮叨叨念你 這也不對 那也不對 其實你就很很煩躁的 我不會的 你要是養活我 你剛回去不給吃飯 你還想吃飯 太可怕了這個人 你進門我就給你掛大衣 辛苦了辛苦了 今天太忙了是吧 然後先夸 今天你看事業成功 咱們這個家庭 對吧 全靠你 全靠你在外邊打拼 我幫你打真婚廣告 好不好 一則請下 條件一 請養活豆老師 條件二沒有飯吃 條件三不能睡覺 我對你最大的意見 就是不愛惜身體 好酥 哎呀幸虧幸虧幸虧 我說剛才在電梯裡看見一個骨骼青旗之事 那今天就是您的 骨骼青旗這個詞特別適合形容燕蕩山 朱老師我們要換一下 你寄到了我的啦 不小心連接在一起 對沒關係 你們倆寄一塊了 我們今天又要組CP了嗎 來這個 一根 一根 一根繩上的蚂蚱 我原來在溫州台工作 工作了20年 也是我們同行 我是在90年代的時候 去廣東新聞台學習 剛那時候聽到您的傳奇 哎呦你瞧瞧 處處碰見 你跟我有緣分的人 廣州市人民北路686號 你還記得啊 我在那待了7年啊 我在那學習了一段時間 但後來跟您一樣後來去了電視 然後電視的 後來被淘汰了 然後我現在就出來做文旅了 那不叫被淘汰 那叫做這個升級 謙虛了 我還等著你給我們講講謝靈韻呢 這就是燕蕩山了 我們說燕蕩三絕 大龍修 靈延和靈峰 這三個地方 成為燕蕩三絕 但是大龍修這次沒水 所以我們沒有安排 季節原因啊 今年特別乾 是可以看到那個 沈闊的題記啊 是吧 對 沈闊 莫西彼壇 摩牙石刻 對 所以這也是小點 學習這個摩牙石刻之旅 寫完之後是誰 把它刻上去的呢 它有各種形式 叫書單有一種 書單就是先用那個 寫上去 先寫上去再刻 也有一種你是在紙上寫的 工匠照著刻 工匠上石 這就是靈岩 對 還有一個地方是靈峰 靈峰 我們下午去靈峰 它的這個形成它的岩石 是什麼岩石 都是劉文言 整個岩藏山都是劉文言 它算是比較特別的 叫破火山 破火山就是它中間坍塌了 中間坍塌了之後 所以現在它是一個 山谷地貌的 所以岩藏山對遊客 很好的地方是 好走 對 我們不用怎麼爬 我們基本上在山谷裡 好 早 早 老師早 這昨天給我們講解的 鄭老師 鄭老師好 好像是沈闊吧 他在這個孟西筆壇裡 他當時看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觀察 他說這個地方是一個 深谷裡的層嵐疊障 就是它山頂的那個高度 和那個地面 外面地面上的高度幾乎一樣 所以沈闊就推斷 被水掏空了 當年的水平面 就是在這個水平面 所以掏空了之後 這個山都齐同高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他說的確實是這麼回事 就是這麼回事 所以他們推斷 西筆壇可能當時沒走進來 因為他遠遠的看不見 所以他跟泰山 那些大山不一樣 遠遠的看過去你就崇拜他 這不是遠遠的你找不著他 他好像是一個隱世一樣 對 對對對 這個是說得好 隱在深谷中的 這麼一個層嵐疊障 所以他說 到谷內則僧然遷孝 我在這裡邊走 我就老想想像我們是謝陵韻 謝陵韻據說是中國最早的山水詩人 他開創這個山水詩這個這麼陰脈 這還有我們溫州最長的一幅對臉 山雁蕩蕩水龍丘 洞石佛百二分 拔地凌雲海上名山稱第一 沒錯 夏蓮卓展旗 右天柱厚平霞 數千任神功鬼斧 靈言盛盡探無雙 哎呀說得好說 真的他說得太絕了 一點都沒錯 所以就說謝陵韻開創這個山水詩啊 也是對賬 山一句水一句 你在他那個山水詩裡 你就看到像是一個匆匆的旅行者 他就是非常貪婪地在看呢看呢 大壁隆天海小不宜草樹 就是又寫大的 然後突然又看見這棵樹 這棵樹 因為那個年代北方人到南方來 就像陶哥北方到南方 他覺得很新奇 在此之前 我們覺得山是神仙住的地方 一般人不能去 所以那個時候是沒有旅行的 就是因為那幫人來了之後 開始旅行 然後他意識到 原來我們是從大自然中來 我們和這個山水本因是一體的 所以他說池塘生春草 原理有變明晴 就是那個樹葉上的那個盎然生機 和我內心裡的那個盎然生機 它是連接到一起的 所以這個謝玲韻 它是五世紀嘛 但是四世紀的時候 就是公元三百來年的時候 就是難度 他們剛來的時候呢 就是等於北方人啊 看到這個南方這個山水啊 但是那個時候呢 他們還是有 也比較悲哀 淮香嘛 因為領土的北方被義族被占了嘛 所以誓說新語裡曾經有一個記載 就是他們每到星期天 對咱說就 每到假日就出去玩 出去玩呢 結果一幫這個中原氏族的 有個人說了一句話 就說風景不舒啊 舉目有山河之意 就是說啊 這個物是人非啊 就風景還是一樣的風景 但是山河已經不適合原本的 然後就說這個那些圍桌坐的那一座人 都相視流淚 想自己的故鄉淪陷了嘛 但是呢 到五世紀 就到這個謝玲韻 就感覺更加能夠純然的享受 而且他當勇家太守嘛 當了一年好像 就說據說他把這附近所有的山 都跑了一遍 都玩遍了 而且甚至他有個什麼不同呢 你像王羲之他們那個藍天集序啊 是說這些人呢坐在那兒 看著遠處的山 覺得這個林園優美啊 是那麼一種觀察 距離感 或者像陶淵明就是採局東篱下 幽然見南山 他有點現在的探險者 旅友 旅友 他就開始有一種急切的 我要登到封頂去看 他找那些沒有路的地方去 對 專門到這顯覺的地方 甚至他發明了就是叫蟹空姬嘛 腳燈蟹空姬 深燈青雲梯 這是攀岩呢 攀岩 所以您剛才講這個實際上 他也是在政治上不得意 受到很多挫折 所以有人解釋就是 他把本來想用在政治上的那股勁啊 就用在了攀登自然的這個高峰 你可以把那股郁悶之氣啊 激情於山水 轉變成攀登自然的尋憂探盛 尋奇探險 對吧 這種衝動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的文人 喜歡謝林雲 不是因為他開創了山水師 是因為他開創了一個窗口 他成為我們生活的彼岸 溫州有一個人叫劉伯溫 劉伯溫的好傢伙 他幫朱元璋奪天下的 他就是這麼一個人 出去幹活的時候很拼 很認真 很较真 然後被辞退了 那就回山林中去 所以我後來覺得劉伯溫的他的人格的速成 很像是那個打鐵的過程 冷一下熱一下 出去的時候在社會熔爐裡鍛造 回來之後澆一瓢冷水 在山林裡面冷靜冷靜 這樣這個人才有韧性 對 就跟這個山水一樣 也是不是火和水形成的嗎 焦香淬煉 是吧 討喜而成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看你也是 對不對 沒事就到這兒散 散 散一散 你這麼走過去 你就看著他 你就看著他這麼走過去 他有一種眩晕感 你被他罩住了 太壓迫了 像那個電影 就突然像那個鏡頭一樣拉過來 你有點置換的感覺 這個感覺不只是你有 郁達夫也有 郁達夫來這兒 住在後面那個林彥寺 做了一個夢 夢見這個旁邊的山都是移動的 向自己走來 幾乎把自己要壓得粉碎 這篇文章叫《燕蕩山秋月》 哎呦 跟我的感覺一模一樣 很像啊 郭老師你猜一下天珠峰有多高呢 我看這個 200米 260米 下午我們要去那個林峰 林峰那兩個都是270米 這個如果260米的話 我覺得它真的是 集體被偷看 它實際是一種天塌地現 你看我學了一個 你像那個小孔洞 那就是當年那個火山岩里邊 叫什麼球炮 哦 球炮就是你煮粥的時候 然後那個咕咕咕咕咕咕咕 然後那個粥的那個洞後來破了 它就是這個 形容得好 對 一樣的意思 就是這條塊 通過大雁它承載了人們的寄託的 這座山的功能 就是人像遠行的大雁一樣 需要修整 所以舒婷說 他很喜歡這個山的名字 雁道山 龍逼洞應該是過去 文人集中打卡的地方 因為這麼多的磨牙時刻 都集中在這一個地方 磨牙時刻 小點兒 你的課堂到了 你看這個比咱們形容得好多了 就是像這些鬼斧神功 才能造成這樣的山石啊 紅頭沖雞一金海 就千萬年這紅頭 把肉都沖走了 所以這個石頭是山之骨 所以咱們看見的就是山的金骨 哎呦 這是傅增香啊 對的 對的 傅增香啊 這是大收藏家 是 增香祭 而且你看這黃山歸來 不看月嘛 但是傅增香呢 就是從自黃山歸 漁道 繞道來遊燕蕩山 同遊者海妍張元祭 對 張元祭就是把魯迅那一套 二十五史給編輯出版的人 這邊大部分是宋代留下的 哎呦 我們要看看宋代的 這是宋代留下的嗎 讓我看一看 沈闊那個是在這兒嗎 找一下 天成靈記 真的 來 小點找找 看你的了 沈闊在那 在那兒 沈闊 哎呦 沈闊 哎呦 沈闊 不是就寫了沈闊兩字嗎 對 98年的時候發現了 91年的時候又發現了 連著這處 在我們燕道山就發現了三處 但是那兩處呢 它都寫著 沈闊與王子晶等同遊 唯獨在我們這個龍鼻洞 寫下了就兩字 這個宋人呢 會找地方啊 你看這一面 這就是最典型的龍鱗 這多好看呢 就這面 就悲客的這面岩壁 你看這面就不是這樣 到民國他們找不著好地方了 而且都是這種棱蹭 棱蹭的這個造型 是吧 你看周圍都不是 跟它旁邊的那個石製不一樣 對吧 這一片石製最適合悲客 因為本身就像一片一片的嘛 應該說最早的時候 這個龍鱗比現在還要大 上面那一片也都是 只是經過不斷地崩落崩落 有的都已經掉了 太美了 哎呦 這片石製 這片牆 要是隔我們家 對吧 一面牆 他們現在叫什麼文化牆 我就跟你說 這是最天生地長的文化牆 你看 這種石頭 你在皇宮望畫的這個石頭 完全就是這個樣子的 中國國畫完全不是虛構的 他們都是在打自然中見到過 見到過這樣的形狀 那其實這個和咱們現在愛刻的 那個《道此意猶》 其實是一個意思 《道此意猶》 對 區別是咱們都沒文化 咱們刻《道此意猶》 咱們的祖宗比咱們有文化 人家寫個《道此意猶》 也寫得好看 哇塞 太好了 無人機就從這個地方就蹭 就一直出去 我們現在比古人好 好處是可以用航拍的視角 我不知道古人是怎麼樣獲得 那個大的視角 對呀 想像 心像 對 就是古人畫的很多畫 其實現在要看他那個視角 應該是他懸在半空 看這個平遠 深遠 高遠 那就是他想像的 我覺得有一種天坑的感覺 我有一種就是森然萬象 就是怎麼說呢 不好說恐怖 就是但是有一種 就是宇宙啊 荒谷啊 它更讓我有那種感覺 因為它山體的這個 這個巨大的岩石啊 就給你一種 特別強烈的這種能量感 天地玄黃 宇宙洪荒 就是千字文這八個字 古人有一個形容 就是說為什麼這個地方 這麼多奇形怪狀啊 說是叫造化小兒 糖蛋中物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就說好像這個造化 是一個造物主啊 是個兒童 兒童吃的那個糖瓜 嗯 那個那個糖 但隨意你捏 捏就出來了 就像是一個造物主 是個小孩 他隨便捏隨便捏 所以捏得奇形怪狀的 就是說 這裡的山的形式 就像造物小兒 糖蛋裡邊的那各種各樣 奇形怪狀的那個糖瓜 你說這形容多有意思啊 是神仙的遊樂園 哎 你看我看這個 我就特別想腳一跺 我欲乘風歸去 我就特別有一種想 然後幫你 你現場做一個 你們能不能 你現場做一個 然後我們做個特效 我就假設我就 插 像個飛豬 美美的啊 找找找找 哎呦 就伸個手 動作大一點啊 啊 好 往後撤一點啊 飛起來了 飛起來了 好 來 準備啊 3 2 1 走 飛了 居舞 這是你的領域 對 这是我的 vuel 你的領域向上了 嗯 好 帶我上山頂了 辛云的 啊 其實可以拍一個 咱們四個方向 都背靠背 四個方向 360度全穿 360度全穿 準備 走 沛沛你要穿啊 跟他們肉 Ask 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他们俩拍完了 你们琢磨琢磨给我找一地 我在哪也走一下 这样仨人就都有了 我爬树吧 我找了个拐棍 这是谁给我留下的一个拐棍 主杖而行 这就叫侧杖以冒松 谢灵韵当年应该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谢灵韵 你看 朱老师说了 谢灵韵当年就这样的 咱们这斗灵韵 也来一个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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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买了票了 文藤老师 明天 几点呢 十点二十九 我一想小点就要走了 我心中一阵伤着 卡鸡马 小点 哭 没结哭 这些特别吸引我 我觉得我天生的这个性格 就是喜欢这个山和水 永远都不疲劳 这算是凌峰了 是 凌峰 前面有杖 背后有峰 这个我能拍 我拍不近 我推到这儿我也拍不近 太棒了 朱老师你觉得燕荡山 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下沉 当年有一个罗汉 叫诺俱罗 诺俱罗 诺俱罗他本身是一个大吏士 然后他到了燕荡山 在大龙丘那儿 他坐在那儿之后呢 每天仰望着那个瀑布 然后得到佛祖的提示 说何必仰视 谈下水铜 然后他在那一刻就顿悟了 从那一刻开始 他变成了静坐罗汉 秋是一个低洼的水池 它叫秋 所以到这儿的人 包括谢灵韵这些人 他们又是在外面遇到一些挫折 对 到了这儿 你又遇到这样的一个 深谷的状态 这两个一吻合 它就产生一种 哎呀那我就放下吧 所以你就开始思考 哎呀水往低处流 我为什么要溺水而勤 我为什么一定要山高人为风 嗯 我就躺在这个谷底休息休息吧 嗯 谁能争过水呢 是吧 对 这个叫什么呢 左边的这个叫倚天风 右边的这个叫凌风 它们加在一起呢 我们叫它合掌风 合掌风 晚上你看它的时候呢 它又变成夫妻风了 它又变成一个爱情故事了 是吗 你再换一个角度 它又变成悟道的一个 呵 你看这个台已经长成毛茸茸的了都 好舒服哦 你摸 对特别舒服 你让人给人感觉融融的 小地毯 小地毯 这真是变成绿的枝毯了 当年朱自清写过一篇文章 绿是在温州写的 哦 怪不得 温州这个绿啊到处都是 哇塞 快快快这 这这你看 这么多叫长虫 其实真的有点像虫的感觉 对对对 好多脚 长虫 长虫 你怎么不知道它可能是真的 是吧 他可能今天在这待会就往上爬了 活了对 咱们晚上走了 他就 爬上去了 你看这多有动感是吧 你看了吗 不是咱们这山吗 不对 这就是北宋的 北宋的这个泛宽画的西山行李图 你跟这个对照 有点像 前面是绿印 然后深深的山体 对 然后后面一层一层的 对 中国画上面的这个点点点这个植被 多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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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所以我觉得 我在这看到是北方的山水和南方的山水 结合为一 当头 是吧 你看这就是北宋的这个叫巨碑型的山水 堂堂的 这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得到的 你看 你会变成你所吃的东西 吃什么你就会变什么 慢慢的你就越来越长得像 这对你不是什么好消息是吗 越来越长得像 就是说它有它的形态 它的美 对 它的运气运 对 下次我们见面就互夸 你长得越来越像雁荡山了 对 小点 小点也更像太湖石了 得有八十了吧 外面的人都把我们讲什么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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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难不保 你明天可能火车取消去 这珠 这山可灵 我跟你说 话不能乱说 这个 朱老师这光头太适合它背后这个背景了 恍若一名孤僧 你看 你会喜欢的 看 好看吗 谢谢 回头您发给我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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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